为啥一下棋的时候 自己下的时候没智慧 往旁边一看有智慧了 因为无我了嘛 不识图山真面目 只愿身在此山中嘛 当局者谜嘛 医者不自一嘛 为什么医者不自一 因为关心则乱 大宅门 白景旗 医术那么高 他妈生命了 他都不自一给自己看 要去其他的医馆 请个医生给他妈看 为啥 当局者谜 不能看 医者不自一 老祖宗传下来的 那么听懂 那我们来讲一讲 如何无关生殖区外生会 在生活当中 就是羡慧下这口气 气得你啊 有没有 结果你第二天 闺蜜跟他男朋友吵架了 你去劝他 劝他把自己劝通了 有没有 孩子做暑假作业 来找你不会做 其实你也不会做 但是你不好意思说 你不会做 你就跟你孩子说 你怎么这么笨 这么简单的你都不会做 这个嘛 那个嘛 讲着讲着 把孩子讲懵了 你自己算出来了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今天你发明了 三个成功的方法 结果有一个 有一个小伙伴 你特别想帮助他成长 结果就开始跟他讲 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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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出了十个方法 那七个怎么来的 你也不知道 生发出来的 有没有 眼说最大的好处 就是让你进入无我境界 瞬间立即高我智慧 眼说最大的好处 就是讲着讲着 把别人讲懵了 把自己讲通了 写上一句话 缺什么就讲什么 讲什么就有什么 这句话是宇宙真相啊 朋友们 缺什么就讲什么 讲什么就有什么 周老师做教育培训 一年365天 有300多天在出差 你说我老婆能不跟我吵架吗 天天不吵架 天天跟我吵架 你最爱的不是我 是你的学生 你跟你学生在一起 待的时间 比跟我待的时间都多 你知道吧 天天骂我 跟我吵架 然后吵架怎么办啊 都要离婚了 那时候你知道 不开玩笑 你再干下去就给你离婚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上课吧 我就跟他报课 学习 我说这婚姻出现问题 咱不会经营 咱那去学习啊 在市面上 所有讲两性幸福的课 全报一遍 什么约翰 葛雷亚 全报 上完课以后有没有效果 好了一天 第二天便们家里 凭什么是我去上课 咱们俩的问题 明明是你的问题 你不去上让我去上 我发现上课解决不了问题 我就突然想到了 我说亲爱的 你看咱们俩 今天这么有钱 咱婚姻不幸福 现在你上了那么多 两性关系的课 有没有解释咱们问题 他说没有 讲得太烂了 我说我觉得你讲 都比他们讲得好 我觉得你应该开个课 站出来 为全天下 所有婚姻不幸福的人 请命 他说老公 你觉得我行吗 我说你一定可以 他就开始开课 讲两人幸福了 你能听懂意思吧 讲着讲着 别人幸福了没有 反正我不知道 反正我幸福了 以前周老师 只要一上台 他就在下面 偷看我手机 但是当杨老师 因为这件事 我们就要吵架 然后当杨老师在台上 讲两人幸福 他就讲到这个主题了 夫妻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信任 当老婆天天偷看 老公手机的时候 你们的婚姻 已经出现了裂痕 当他讲到这的时候 别人听了 有没有感觉不知道 反正他心里咯噔一下 从此以后 再也没看过我手机 简说最大的好处 就是讲着讲着 把自己讲通了 听懂的举手 写上一句话 教就是最好的学 再说各位 今天才到讲了四天课 谁收获最大呀 我收获最大 一切为我所用 所用一切为众生 没有好与坏 没有对与错 只有可用可不可用 当你能够懂得 站在帝王的思维 或者说站在帝王的视角 来看你的商业的时候 你会瞬间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 俯瞰天下 俯瞰商业的感觉 周老师第一次 十八岁的时候 我去秦日皇陵 我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无限渺小 我站在全天下 最伟大的男人的陵墓前 瞬间感觉到 自己的渺小 我把跟大秦帝国 有关的所有书籍 全部买回家 大概从讲台 到这里这么厚 我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 把所有有关秦朝的书 全部看完 我发现秦日皇 真乃英雄 没有秦日皇 我可以这样说 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就没有今天的华夏 我们去过欧洲的同学就知道 一个市就是一个国 如果没有秦日皇 今天的中国 就像今天的欧洲一样 四分五裂 我们今天可能听到的 很多的信息是 秦日皇是暴君 他其实是民族英雄 当你真真正正了解 秦日皇的格局 和秦日皇的境界的时候 你的人生会发生 翻天覆地的改变 你看待这个世界的 视角会改变 大秦 因为商鞅变法 变成了诸国里面 最强盛的王国 秦日皇用了十年的时间 一扫六合 统一天下 统一文字 统一杜良恒 让我们中华文明 能够传了2500年 生生不息 就是因为有秦日皇 埃及曾经 他们包括玛雅 他们曾经 也是璀璨文明 但是今天的埃及人 竟然不认识 自己的文字 这是一件 多么可悲的事情 没有秦日皇 统一文字 我们今天的汉文化 不可能传到现在 当秦日皇 统一六合 他派自己的百万雄师 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住建万里长城 防止匈奴南下 来进攻 我们华夏民族 蒙义蒙田兄弟 派了50万大军 守边疆 王俭 派了50万大军 守南中国 那个时候 中国的广东 广西 整个云南 全是秦日皇 打下的天下 而且秦日皇 为了守住边疆 派关中 100万老秦人 来到南中国 来守南中国 当秦日皇死之前 给两个守军大将 发了一封书信 发了一封诏书 他日 如秦国有难 你们两人 不允许北上秦王 当这两个将领 接到秦日皇 这份诏书的时候 痛哭流涕 我是秦军的守将 如果当年秦国有难 我怎么可能不请 北上秦王 秦日皇说了这么一句话 秦可以灭 我嬴氏可以灭 但是华夏民族不能灭 如果将军 率50万大军 北上秦王 整个南中国 也就是今天的广东 广西 云南 那个时候全是少数民族 一个地方都有几百个少数民族 一定不可能 从我成为我中国的版图 成为我中国的疆域 换句话讲 如果你们两个人 北上秦王 华夏民族将不复存在 在座各位 这是何等的豪迈 他眼睛里面没有银士 他眼睛里面没有秦国 他眼睛里面是整个华夏族群 你稍微熟悉一点 楚汉曾雄史的都知道 一个流氓 刘邦 项羽 率不到两万人马 直接无人之境 直接把秦军咸阳给灭了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当年一扫六合的百万雄士 哪里去了 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战场上 张寒是秦军最后的首将 到最后国内没有一支军队 到最后在黎山 给秦日皇修 修灵请的那些行徒 把他们组成了一个军队 行徒军跟项羽的两万人马打 这张怎么打 那些百万雄师全在边疆 为了守护华夏的门户 秦日皇来天下 华夏第一兴手 不但秦始皇是华夏的英雄 整个秦室 所有所有的这些君主 是无数代的君主的努力 才造就了大秦帝国 才造就了今天的华夏族群 秦日皇的曾祖父 迎世 在秦国第一个称王的人 他的一生跟商鞅一起 打开了一个整个盛世王朝的新局面 让我们通过一短片 来认识一下民族英雄 秦王迎世 秦孝公跟六国求和 把自己的王冠都卖了 把自己的宝剑都当了 但是他记住了 这是七尺大辱 他命秦国的工匠 刻了两个字 叫国齿 拿着自己的刀 在自己的胳膊上划破 鲜血流到整个巨石上 他永远记住的那一天 他告诉自己 我一定会发愤图强 让列国再也不敢进攻我秦国 他广招贤士 终于找到了人生当中 第一个贵人 商鞅 商鞅变法 让秦国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变成了整个列国里面 最强盛的王朝 他因为商鞅变法 得罪了整个 嬴氏满门 甚至自己的 唯一的儿子犯法 都被他表为素人 流落人间 差点死在老百姓当中 他唯一的哥哥 因为犯了伤兵之法 把鼻子给割了 他为了国家 眼睛里面没有儿子 没有自己的哥哥 没有嬴氏泉足 只有秦国 当嬴孝公死了以后 把他的儿子嬴氏继位 嬴氏继位以后 他的大伯 也就是当年 被商鞅割了鼻子的国公 告诉这个秦王嬴氏 商鞅必须得杀 商鞅变法 违背了所有秦氏的利益 六国所有的使臣 进到秦国 说如果不杀商鞅 六国全部再次罚秦 整个嬴氏 所有人全部跪倒在地 必须要杀商鞅 这个时候 秦王嬴氏 选择杀商鞅 但是当他要杀商鞅之前 他去到监狱里 看了商鞅一次 他跟商鞅讲 商工 你愿意教我吗 在临死之前 你愿不愿意 把你整个商君变法的 和亲全部交于寡人 商鞅交了没有 商鞅不但交了 还把自己做好的 商君变法的所有的书籍 全部传给了这个嬴王 他知道 只要后继之君 能够帮助商君变法成功 商鞅死不死 一点都不重要 商鞅被撤裂 被灭了满门啊 当你看大秦帝国 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会发现 商鞅的格局 那真的不是一般人可比 商鞅 让中国第一次 知道了什么是法治 我们的法治 在2500年前 比今天的欧美 要早2000多年 商君真的是 华夏第一位人 他的格局 他的境界 让所有人看到这一段 都散然了一下 你的格局会 瞬间被商君给撑大 再说营寺 当营寺杀了商鞅 营寺不得不杀商鞅 营寺杀商鞅 不是为了报私仇 是他如果不杀商鞅 他根本坐不问 亲王的位置 他杀了商鞅以后 所有的六国 此则全退了 所有的营寺都认为 国家一定会 废除商鞅之法 而这个时候 皇帝知道 只有行商君之法 才是富国枪兵之法 皇帝隐居深宫 三年未出 三年不明 一名惊人 这三年 他做了一件事 他让他的足弟 迎华 迎集 掌握了整个 秦军的命脉 然后三年以后 他开始上朝 当所有的军民 看到他上朝的时候 告诉他 是不是要废除 商君之法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商君之法 乃富国枪兵之法 不但不能费 秦必尊之 他把整个 党商鞅变法的人 当他掌握权柄以后 全部杀掉 他把商君的像 立到自己的宫殿门口 从此以后 秦国把商鞅之法 变成了秦国的国法 迎死此生 用商鞅变法 来帮助秦国强大 在他临死之前 他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大儿子 一个是小儿子 小儿子就是 敏月生的儿子 他非常爱他小儿子 但是他知道 他必须要传位于 他的长子 因为只有传位 他的长子 他的秦国 才有可能 只能够变得更强 不能够变得更弱 但是当他传位 他的长子 他知道 敏月一心想 辅导他的儿子登帝 如果他传位 给他的长子 敏月如果还在秦国 敏月事后必造反 所以这个时候 他下了杀心 敏月是他这辈子 最爱的女子 但是在他的眼睛里面 他说了一句话 国为重 他到最后 因为身边的人 穷型 他没有杀敏月母子 但是把敏月母子 发配边疆 为什么 因为他的眼睛里面 儿女情长 家跟国 哪个重要 国比家重要 一百倍 一千倍 一万倍 就是因为 秦国有这样的祖先 才能够生出 像秦始皇 这样的一代雄主 当你看过 大秦帝国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国家 能够传承 两千五百年 有多少人 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这个民族 为了历史的前进 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牺牲整个家族的荣耀 牺牲整个家族的生命 你的格局 你的境界 会瞬间被拉伸 从此以后 你看待这个视角 会完全不一样 你成为了一个 大格局 大境界的人 你才能有可能 做出一个 惊天伟业 你会发现 不是周老师 喜欢历史 王石 喜欢历史 柳传志 喜欢历史 任正非 喜欢历史 马云 喜欢历史 为什么 因为我们能够 从历史里面 找到那些 伟人的足迹 能够增大自己的格局 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 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 当你能够 真真正正的走断 走进历史以后 你会发现 你太渺小了 你的眼睛里面 只有你自己 所以你做不到 你的眼睛里 只有你自己的一己私利 所以你今天 才能混成这样